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各位自己友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传礼班 今晚又是继续Happy Friday 有我和可楠 Hello Kylie Hello 大家好 最近天气很热 这个星期大家都在怀面 纪念我们这一条情愿 一直在观察 留意政府公布给我们 或者在新闻上告诉我们解释的结果 在这个时候 好像我的狗狗过了身 我都要和自己说我要向前看 我要向前看 他的出现非常感激他 他的离开 当然有一些人应该负上一些责任 但我自己作为他的主人 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有一个责任 我太依赖其他人去照顾他 或者我都应该要留意他更加多 去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所以今次在这个情愿事件上 大家都当然非常非常大的警惕 我们就没有去出海看他 但是我们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那句 你希望远远地去保护着那样很美好的东西 但是在保护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次这条这么巨大的情愿 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 可以一起看到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 或者出海玩的时候 都有很多一些很微小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可能在破坏这个大自然 或者在这个海洋生物里面 都有一些影响了他们的生长 或者他们的存活 所以我们全女班 应该要美貌与智慧都笨重 并重 都并重 所以我们除了贪美 所以如果喜欢扮美之外 我们也要有一个公德心 还有要有一个世界观 去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为什么突然说这件事 因为最近真的很热 你刚才也说了我真的很热 那天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好做 出去户外 找地方玩 当然出海 曬太阳 Barbie也要跟Ken一起坐船 好笑 上次我问 Jacqueline 因为她看了那部电影 我说Barbie那部电影 是如何去现代 那不是坐船 就是坐车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去留意一下 其实我们有什么微小的东西 是可以做多一点点的时候 然后可以保护到我们这个大自然 保护到我们的海洋 是 那其实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好 都要搞好自己的垃圾 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 你教小朋友都要搞 没错 另外就是原来 我都是看这个报道才知道 原来太阳油 都是会影响到海洋的 是极度影响的 那为什么今天突然之间 拿这个题目出来呢 因为 我自从怀孕开始 第一次怀孕 其实已经是很知道 因为我妈妈 就是托我妹妹的时候 一托着BB 跟着再晒 那当年就没有那么性行 查防晒这件事 嗯 所以一晒 就会多了那些 就是叫做 雀斑 雀斑很厉害的 一大片 那叫做任神斑 类似的东西 就是 托BB的 荷尔蒙斑 这样 就很难脱落的 而且都大范围 就不只是一点两点 所以 我从小听到妈妈 有时跟别人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很入脑 就记住 嗯 抬着BB一定要 塗防晒 所以呢 在我做女儿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是天生礼质 我从来出海 我都不塗防晒 啊 这样的意思 真的 因为我喜欢晒黑 所以就想着 油去晒 那时候晒去晒 都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后生嘛 又再塗黑鬼油 那些黑鬼油去晒晒 晒黑一点 那接着呢 好了 但是到了真的 一有了BB之后 很明显是感觉到自己的皮肤 会衰老得特别快 但是当然了 我有塗重防晒的 那由那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都保持着 这个五十加加加 加 好像是四个加 五十加已经是普通的 很多年前已经有一三零加 和阳光光游戏是一三零加 但是 但我觉得很快 是啊 多数那些是很奶油的 我觉得那些是持久力不够的 所以我就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买 是the shadow 就是五十加加加加 因为后来化妆师才教育我 就说原来我们的皮肤 就是三十度已经是很够的了 五十度已经是超保护的了 那别人看到别人那些百多 那些那些 其实那些就没什么用的了 就是不需要去到这么高的 因为就保不了什么的了 而且它塗出来 可能还会反光 像你僵尸状 是的 那就不要这么客人 在沙滩里 那所以呢 我就经常都会买这些五十加加加加加 那些加其实代表什么呢 有防汗防油防水防啥 有防啥这样的 那但是越多加呢 其实就越容易倒塞我们的毛孔 所以呢 你卸妆的时候 就要卸得清楚 就不要想着 啊随便吧 我塗了防曬而已 和塗了少少粉底而已 那就这样用洗面膏洗面就可以了 这样 但是呢 就千万不要 因为其实呢 是很难吃得掉的 它有防汗有防水有防油 所以防曬就等于化妆 你根本就是卸妆再洗面 所以防曬产品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那么遗疑 到了我真的生了大儿子之后 有一次就有一个朋友 他开了一间美容院 专门做那些彩光打光 那些这样的美容院 邀请了我过去 做了一个新层检查你的臉 告诉你你的臉色素是怎样的 然后一看那张照片 很恐怖 好像那个阿婆 你已经看到了很多 但是你表面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表面不觉得 表面只是看到可能1点2点 然后他那个样子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现在 表面上看的那一层是这么漂亮的 表面已经很多了 所以里面应该再恐怖一点 那很厉害了 它是说你现在做了这个探索之后 其实它在复思你可能20年后 那些辟纹就会一路浮出来 因为那些辟纹一直在草 草到够大的时候 它才会深色出来 那如果你现在已经看到它 那即是说其实它已经在退出来 只不过我们年纪未够大 所以它还未退出来 所以我本来它当 你知道是否多数都会想 你是不是想推销我打光 不用的你看我都没什么的 然后然后就说那怎么办 他说都可以的 我试试和他打一次 那他很好 那时候真的没有收我钱的 然后就让我去体验了 那很厉害的 真的打了一次之后 那到了他再有帮我照多次 不是即时 也隔了两个礼拜有的 然后再照多次 很明显真的淡了一些 就是重点大片色那些 然后就反而是真的觉得有信心了 那就记得千丁万筑提醒自己 要再努力些查房财 那这些就是自己小时候 留下来那些英勇士 试试 我其实因为最近都多了出去户外 还有最近真的晒得不得了 那我现在又喜欢打球 那变成是我打Golf 刚刚学会 打Golf你避不了的 真的避不了 因为无论你几点去都好 你想避都避不了 我已经是说6点钟打的 那就打到6点半 可能打到10点来11点 但是其实8点钟已经开始晒了 即是6、7点不晒 到8点已经开始晒了 10点是最猛太阳 那变成其实我已经查完你刚才说的50架架架 那我就全身查了 但是我每次打完之后 我刚才打完一次了 我已经有戴了 然后我是好像炭 我不知道你现在看不看到 打到灯 其实是很黑 因为这个灯位就白了 其实这些已经是炭的 你看我的臉 我的臉是严重不同的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前路的男朋友 他又有骑马 又要打Golf 你知道我这些这么好动 这么活潑可爱的女生 我又要玩一下 我都想在学 但是他是很确决绝 不可以 一定不可以 然后我想不需要这样 他又要打个测高照吗 为什么不容易别人 我觉得那一刻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是很语众心诚地跟我说 不可以 你一定不可以打 真的 你相信我 我去为你着想的 因为你打Golf的话 你一定的皮肤是很差的 我不想你的皮肤变得差的 所以他就很缺绝地阻止了我这个 学打Golf的大计 所以我建议你 你也是学一下是OK的 但是你练的时候 会不会可以选一些黄昏的时间 练习一定是已经有娃娃头 而且不会那么浪 但是你出去打是没得选的 你无论几点也好 你都一定要晒晒的 是啊 是啊 那有些伯父就介绍我 就说你试一下三点钟打 两点多三点打 我说两点多三点都很晒晒的 但是他说这个就叫做先苦后甜 你先晒晒了 然后晒到五点 你去到五六点就甜了 因为五六点就开始下山了 你可能打到六七点 你就舒舒服服地走 我早两次都是早六点多打到十一点多 所以长期是基本上都没什么舒服位置 就是六点多的那一刻就算是好一点 是 所以为什么突然跟大家说防晒 除了说防晒的重要性 另外想和大家探讨 讨论一个词 就叫做海洋有线 所以刚才我分享了出来 Cody你也说了 不看到也不知道 原来是这样的 不如你分享一下 你先看了些什么 我就看到 现在才知道原来太阳油会影响到海洋 然后原来最主要就是 它会令到那些海里的珊瑚死亡 因为你查完了之后 它就会某一些成分 就叫做化合物二本甲酮 其实你游泳的时候 它会脱脱 有很多东西它就会滲入了在水里面 然后就会被珊瑚吸收了 最终就会导致它们白化 白化就是等于钙化了就已经死了 是啊 其实基本上太阳油 其实差不多含有了十种 有害珊瑚成分的东西 所以其实其他地方 比如泰国夏威夷 已经禁止了用防晒 只有一些叫做有线的太阳油 对海洋有线的太阳油 才可以查的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听到这个词 海洋有线 那么有趣 然后我也立刻去了解一下 因为其实成份专家分析 因为这个二本甲酮和夹氧肌肉桂酸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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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使用得最广泛的防晒之一 它是可以防到这个UVB和UVA 听广告的时候我们都听得很多 但是这个二本甲酮就会被皮肤大量吸收 其实可能会导致我们有这个皮肤过敏 也不顶 甚至乎是会扰乱了我们的荷尔蒙 所以欧盟虽然它是允许大家使用 但是那个用量就不能超过6% 而且后者就是那个甲氧肌肉桂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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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是有影响的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天天都要塗防晒 但我们不懂得选择一些真的可以保护到我们皮肤 而不是保护皮肤但在伤害我们身体 或者伤害其他东西 这件事就不建议 当然我们其实多数都是出海才会去塗防晒 或者我想曬太阳在海边去塗 所以你以为这头只塗一次吗 你记不记得拍戏也有 每个美女 帮我保护背脊 然后男生就说 我帮你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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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常都会塗完 出海落水 然后你又觉得 哎呀 这头可能更紧了 然后再塗 你想想我们要出一次海的时候 一个人 我们其实是消耗多少的防晒的产品呢 日积月累 现在这阵正好 这么热天的时候 你看一看这个沙滩 全部都是满布人的时候 不要只说lady 现在很多男士都会塗 是啊 都塗 今天我说男士 就连baby 每个小朋友都要塗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选 一样叫做海洋有线的防晒 这个海洋有线当然就是说 它所用的一些化学物强调 不再使用含有害海洋生态的一些化学的防晒成份 所以这个海洋有线的防晒成为了一个trend 希望大家都会去推崇它 因为它可以减少了对珊瑚的破坏 但是希望大家去转一转 可以去支持这些产品 下一次各位美貌以智慧都并用的女士 我们就要买防晒之前 其实都不妨加多一句问一下他们 其实这个产品是不是海洋有线的 多数这么专业的销售士都会去详细解答你 是啊 因为我都看到很多 其实多的 他说23年已经有12款了 我都看到很多都是大品牌 所以大家真的买的时候问一句 应该很容易会买到 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是啊 而且不要以为 海洋有线一定比其他贵 都不一定的 当然如果你想要找那些真的有++++ 那些的选择可能是少一些 但是相对他们的价钱也不算太贵 我觉得都是一个reasonable price 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 选用这些保护海洋的产品 我其实也有分享到一些 当中有被推介的一些牌子 那我们看看有哪些是你熟悉一些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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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對 对 就是 我找到了 Ali Ali的防曬 它很好 因为它真的有SPF 50 ++++ 其實是 schon好用 ・ 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这些产品 刚才你想带出更容易买到的可能是Skin Aqua Skin Aqua是Sunplay的牌子 它有SPF50++++ 价钱大概是100-200元 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去选购一下 还有很多牌子 刚才你想去说晒太阳真的很好 因为晒完之后你会特别好睡 我也觉得 其实晒完之后一进室内休息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觉得很硬睡 然后我就很容易睡着 可能就上车就已经睡着了 所以对于我这些失眠的朋友来说 这个是一个真的挺好的活动 而且对于我这些孕妇来说 我都很需要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才能吸收到维他命D 所以其实我是很想很想去海滩 不过很差 我另一半不懂游泳 他不让我出去沙滩 我常常说很污游 我自己说危险 所以就搞到很多阻满 但是晒太阳原来也有很多是巧妙的 在我们在讲这个晒太阳的技巧 或者有什么巧妙之前 就让我跟大家听一首歌 这首歌我刚刚找到叫做52克兹 克兹即是Hers 52克兹原来是一条铃鱼的名字 大家先听听这首歌 回来再和大家在香港台上见面 再见